我們看這一題 他們說有關粒子碰撞 粒子跟粒子碰撞 分子跟分子之間碰撞 與化學環韻之間的敘述 下列何則錯誤 這個環韻數例 決定什麼呢 分子跟分子之間 它的有效碰撞 碰撞的話 還不一定發生的環韻 要有效碰撞 跟它有效碰撞頻率 有關 有效碰撞頻率越高的話 它環韻數率就越快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選項 我們看這個A選項 他說粒子一旦發生碰撞 不一定會產生化學環韻這個對來 他要選錯的 所以這個不要選 讓我們看B選項 粒子具足 具足 具備足 粒子 具這個 具備足夠的能量 一旦發生碰撞後 才會產生環韻這個對 這個粒子的話一定要有充分的能量 這碰撞以後才有效 才能夠產生環韻 這個是對的 再我們看這個C選項 粒子碰撞後 原子重新排列 才會產生化學環韻 這個對 所謂化學環韻的話 就是說 粒子 這個重新排列 產生新物質 這個才是 那個化學環韻 再我們看D選項 粒子碰撞的次數越少 化學環韻數率越快 這錯了 粒子有效碰撞 這個次數越多的話 環韻數率才會越快 所以D選項是錯的 所以這裡大家又要選D D D師傑